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间是恢复了 南韩的青瓦台透露 双方的军事 政治 联络管道 全部都是畅通了 一大的主因就是因为各自的领导人 文在寅跟金正恩 从今年四月份开始 就不断的交换了亲笔信 最后是达成共识 拿起话筒一键按下 睽違413天 南北韩热线终于在当地周二早上10点 恢复畅通 韩宣问暖短短三分钟 这通电话可是等了一年多 去年六月九号 北韩不满南韩人士 投放反平壤传单 单方面切断 所有军事和政治联络方式 选在韩战停火协议 六十八周年这天修复所有联系管道 破冰契机其实三个月前就开始酝酿 靠的竟然是文在寅和金正恩的亲笔信 南北洋政策 北韩态度放软 不过刚在大陆举行的天津会谈 气氛完全不一样 美中硬碰硬 大陆外长王毅更表明 美国不能碰的三条底线 其中一条就是台湾问题 我们奉劝美方 在台湾问题上 务必恪守承诺 务必慎重行事 美国同样不甘示弱 周日特别在军机上 让五角大厦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瑞特纳宣誓就职 瑞特纳是出了名的鹰派学者 对台海问题主张美军维持威责力 嚇阻中国 未来拜登政府又多了一个 对中强硬派幕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防部长奥斯丁 正在新加坡进行访问 他在国际战略研究所演说中表示 美国期望和大陆发展 不寻求和大陆发生冲突 但是当美国的利益 受到威胁的时候将不会退缩 奥斯丁指出了北京在南海领土 没有国际法的基础 是践踏区域内国家主权 并且点出了大陆挑衅印度 威胁台湾人民 在新疆进行了种族灭绝 对于台湾人民带领域内国家主权并且 奥斯丁表示美国期望和大陆发展的是建设性稳定的关系 包括和大陆解放军建立危机沟通机制 拜登上任之后积极的修复和盟友的关系 而奥斯丁是拜登政府第一位访问东南亚的阁员 奥斯丁也强调美国方面没有要在东南亚的盟友伙伴 让他们在大陆以及美国之间做一个选择 而在新加坡之后奥斯丁还会访问菲律宾以及越南 而就在美中副外长天津会谈结束之后 隔两天大陆的央视27号播出了一段长达八分多钟的军演影片 内容是被称为攻台主力的七三集团军 以两期联合作战跨海夺战119高地 而非常巧的是在我方东吕岛上就有一处119高地 无人机升空侦察揭开序幕 27号上午大陆官方媒体播出这场两期夺岛演习画面 罕见把目标说得很清楚 影片中没有说明119高地在哪里 巧的是Google一下就会发现 在紧临福建沿海的东菊岛上就有一座119高地 演习部队又是被对岸称为攻台主力的七十三集团军 除了地点跟报道的篇幅受人瞩目 报道时间点也刚好出现在美中副外长天津会谈 对话火力四射的隔一天 对此国防部表示有关对岸演训 国军都有充分掌握 有动作的不只是对岸 每年8月是AIT的台美安全合作月 今年就传出将由AIT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 葛佩迪上校亲自登上举光日教学 谈台美军事合作 国防部低调表示将会邀请主题相关人士参与对谈 TV新闻综合报道 台日友好关系深厚回顾了十年前的三一地震 台湾人紧急捐助了日本近七十亿台币 到了今年疫情爆发 日本投桃报李回赠台湾超过三百万剂AZ疫苗 让台日关系来到史上最佳的一个状态 尤其这一次东京奥运开幕转播的时候 主播副天荒以台湾两个字来介绍中华队 更让台湾的民众超级感动的 而国际政治专家就解读 虽然台日两国没有邦交 但是民间长期是密切交流 带动双边关系更深化的重要力量 货架摆满台湾茶包 下方小广告还写着台日加油 谢谢吸引消费者目光 为感谢日本赠送疫苗 并响应冬奥 观光局东京办事处和当地业者合作 在超商推出台湾商品专区 还有台湾加油应援餐 道地的炸鸡排烤香肠 在日本就吃得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到台湾去品尝 道地的这个台湾美食 所以在日本只要任何的一个 台湾相关的美食 只要冠上台湾两个字 就没有卖不好的 那希望就是说 所有这个订购的这个消费者 能够在家里吃这个台湾的美食 替台湾队 替日本队加油 日本在六月初雪中送炭 赠送台湾第一批124万剂AZ疫苗 接着7月8号第二批113万剂 15号再追加100万剂 让台湾人就甘心 现在陆续有民间企业和网友 发起感谢活动 台湾黑熊与日本淘汰狼一起拔河 相互加油打气 趁着冬奥开幕前 国内和日本共88家企业 赤资超过300万台币 以2021年下 台湾日本一起加油为主题 在日本产经新闻刊出全版广告 不仅如此 还有超过上千名台湾网友集资串联 在日本通勤族人来人往的东京和大阪车站 张贴大型海报 而这股感谢的热潮 又在冬奥达到一波高峰 NHK转播时 直接喊出台湾两个字 就连纽约时报官网的奖牌榜 也是以台湾取代Chinese Taipei 让国人大为振奋 先熟台湾史国际政治 旅居台湾超过四年的 信应大学资深研究员四山学认为 台日友好由来已久 在国际赛事上称呼台湾 主要就是观众还是日本人 那么日本人当然是就是想要看 这个地方是来自哪里 那如果写台湾的话 大家都知道台湾是我们就是非常精致的 那个台湾 如果写的是Chinese Taipei 大家都不知道 而且知道的人可能会很生气 就说为什么你没有就是把正确的 或者是那个比较让人理解的这个名称 写在上面 可能会有这样的意见存在 不过中国大陆官媒环球时报气扑扑 撰文批评日本故意坐手脚 呼吁官方强硬表态 但专家认为对岸还不至于无限上纲 台日之间的断交明年是50年 但是这个50年的这个断交的时间 确实是现在台日关系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所以虽然我们之间就是没有搬交的关系 那一般的国家跟国家的关系来说的话 如果没有搬交的关系 就这个关系不可能会很好 但是台日关系日台关系是很特别很不一样 就说就算没有这个搬交关系 因为这个双方的国民在 双方的国民都很喜欢这个对方 所以这个双方的关系变得这么好 日本现在目前已经采用的疫苗护照 它不管是用数据的交流资料的交换 或者是在护照的形式上 我们应该如何来在现阶段 可以开始先预先的去部署去配合 我想这些都有很多我们要做的基础功课 去年疫情爆发前 日本旅客来台人次突破200万 台湾人赴日旅游更上坎近500万人次 双边密切程度不言可遇 立委呼吁政府快推动台日疫苗护照相互认可 才有助边境解封后恢复正常交流 TVB新闻罗士鹏戴源利台北报道 东京的疫情彻底失控 最新消息27号确诊新增了2848例 创下最糟的一个记录 冬季连续8日 每天他们的染疫都破千例 日本政府也特地安排了奥运四连休 促使民众外出休假 而疫情可能从首都圈向外来扩大 奥运也不断传出相关确诊消息 再增添了16例的感染者 目前累计超过了140例 而今年第8号的台风 尼泊特正扑响了关东地区 还有东北一带 打乱了部分的奥运赛程 今年第8号台风尼泊特正扑向日本 太平洋沿岸海面已经能感受到台风威力 关东东北一带未来都在暴风范围内 果农着急巡视果园 铁路公司位于筹谋 停驶部分新干线与区间车 奥运各场馆也忙着访台准备 场外圣火台周围的渣篮绑上了夹重水泥砖 射箭冲浪等户外或海上禁忌 也因应天气临时调整赛程 台风扰乱大会赛事 外围环流一路拖长影响 台风远离后回归典型夏季天气 又湿又闷又热的东京奥运 考验着选手的适应与忍耐度 也威胁着首都圈甚至整个日本 为了营造欢庆氛围 日本政府挪动假日 创造了今年独有的奥运四连修 日本国民也没让政府失望 全景上街头共襄盛举 这值得庆祝的一刻 整个东京上演一场盛况空前的 超级大群聚 时隔57年东京二半奥运 如此说容怎能错过 尽管几乎改为闭门赛 日本人还是能找到方法享受奥运 根据大数据统计 奥运场馆周围变得更热闹 人潮平均上升5% 就算不凑奥运热闹 难得的四连修 当然要出门度假 全日本除了冲绳 各地都涌现来自东京的人潮 整体人流比上周增加20% 结果当然就是疫情大失控 东京疫情大爆发 可以说正式踏入第五波 周一确诊再破千例 连续七天单日染疫超过千人 Delta病毒的L452R阳性率 更是首次超过50% 共办效应的首都圈疫情 同步冲高 一都三线新增确诊数 都超过疫情失控极准线 每十万人口的疗养患者数 整个首都圈 也都进入最严重的等级四 Delta病毒症迅速取代成为主流 大大提升染疫后的变化 医界现在最害怕的其实是中度患者 医师以冰山理论举例 重症者只是冰山一脚 真正的威胁是藏在水面下的巨大山体 也就是中度患者 而麻烦的是 即使轻症者也有一定几率恶化 远远不绝的潜在重症者 再一次将日本医疗逼上悬癌 TZ新闻中的报道 东南亚现在是亚洲疫情的重灾区了 泰国25、26号 连续两天都刷新他们单日确诊的记录 26号的15376人成为新高 而曼谷的医疗资源也随着疫情吃紧起来 一张病床平均就2万人在陪队 但是完全接种疫苗率却只有5.6% 绝大多数的人都缺乏保护力 也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不满 马来西亚方面虽然是有高达37%的接种率 但这个17%的完全接种率 却还是在和Delta变种病毒进行苦战的 25号确诊人数突破了100万人 疫情却丝毫没有放缓迹象 另外一个曾经是防疫模范生的越南地区 也因为不足1%的完全接种率 没有办法有效的防止病毒扩散 24号9225人确诊 成了这个国家疫情的最高峰记录 泰国首都曼谷的一间疫苗中心 26号放眼望去等待接种的队伍 看不到镜头 人数破千 他们都属于新冠肺炎的高风险族群 包括60岁以上的长者 孕妇看体重超过100公斤的人士 全国至今只有约19%的接种率 完全接种率更低 5.6% 引起民间对政府的不满 进入7月以来 疫情在泰国持续上升 25 26号两天连续创下单日确诊新高 超过一万五千人 单日死亡人数则是将近100人 目前泰国仰赖的是中国大陆的科兴疫苗 和在地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 不过阿斯利康供获不理想 泰国政府仍然决定加速接种 并且和联合国COVAX机制开始沟通 有意加入增加取得疫苗的机会 泰国已经累计超过48万人确诊 3900多人死亡 医疗体系也超载 在曼谷的一张病床 平均就有2万人在排队 社会上出现宁愿冒着自身健康风险的志工 组成救援小组 替无法入院的患者提供氧气等支援 穿着全套保护衣物进入民宅 及时的帮助补足了政府和医疗的缺口 除了疫苗之外 是无助的患者和家属当前最需要的资源 而东南亚现在是疫情在亚洲的热点 另一个国家马来西亚 25号突破100万人确诊 这是一个很烦恼的数字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 我们已经看到隔壁的国家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国家 被冒状 现在我看到的是 虽然已经封城两个月 马来西亚近期每天确诊人数 还是在一万以上 25号更超过一万七千人 还创下单日207人死亡的新最高纪录 马来西亚37%的接种率是东南亚地区的前段班 它是人均染疫的比例 也是区域内最高的国家之一 深受Delta变种侵扰 当地的医生疲于奔命 走上街头抗疫 手指着纸板进行温和的抗疫 这些是约聘制的医生 要求政府改善待遇 让他们取得不定期的聘用合约 在为对抗疫情 倾心付出的同时 能得到对等的保障 越南24号新增9225本土病例 刷新最高纪录 当地还有多达1500名社区感染者 感染源不明 当前越南的疫情从4月底就开始 但只有4%的接种率 完全接种率连1%都不到 给了病毒肆怨的空间 在三个月内就增加约10万人确诊 7日的防疫模范生 暂时回不去了 越南从19号起 已经对19个省份进行居家防疫 社交距离等限制 胡志明市从26号起 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6点 再加码宵禁 重点城市进入封城状态 加上获得美国3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多管旗下要阻挡病毒扩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机管局的戴口罩政策又转弯了 Delta变异株的高传染力 让部分完全接种疫苗的民众被感染之后 即使症状不会很严重 但是病毒量还是足以传染给其他人 美国机管局就建议在高传染区呢 应该在室内公共场合还是要戴上口罩的 白宫也是立即调整了室内戴口罩的命令 由于美国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大部分都是抗拒接种疫苗族群 所以现在拜登考虑 对联邦政府人员颁布联邦疫苗令 美国机管局5月13号才宣布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不必戴口罩 但传染力强的Delta变异株 让美国口罩政策再转弯 美国机管局建议在传染率高的地区 不管有没有接种过疫苗 在公共场合室内都要戴口罩 高中以下室内全面戴口罩 由于华府每10万人当中有52起新增病例 白宫马上戴头戴口罩 美国机管局局长瓦伦斯基表示 5月时美国的主要病毒株是Alpha 但现在高传染性的Delta变异株 在美国占多数 强调疫苗对预防因为Delta变异株 造成的重症住院或死亡 仍然非常有效 但同时小心警告 少数完全接种疫苗的人 还是会成为Delta变异株的突破性感染病例 即使症状不严重 但病毒量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一样 对抗病毒18个月 美国疫苗数量足够让所有能接种的人口施打 但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拒绝接种疫苗 拜登考虑颁布命令 要求联邦人员接种疫苗 Delta变异株让拜登曾经喊出的这个口号不再适用 原本希望在7月4号美国国庆时 让美国脱离病毒独立 重现夏日自由 这短暂的自由 现在因为Delta变异株出现变数 美国原定7月就要回归正常生活的目标 现在你可以看到已经破功了 美国上周平均日增了5万力却 诊助院人数又再度攀升起来 刚刚提到的施打疫苗的问题 就来聚焦一下纽约市 现在强迫市府的员工要强制接种疫苗 加州州长甚至说出了重话 他说那些不打疫苗啪啪走的人 行为心痛就假 受不了没完没了的封城防疫 澳洲雪梨有民众是直接没戴口罩 走上街抗疫 还爆发严重警民冲突 这让澳洲总理火大了 炮轰抗疫民众太自私 雪梨封城封越久 病例数更高 让当局很无奈 同样伤脑筋的还有 说好的七月初回归正常 如今美国是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因为Delta变异病毒大爆发 几乎全美每一个州的病例都在往上增加 美国过去七天平均新增五万例 和前一周相比增幅达到六成一 住院人数同样往上走 造成病例数上升的原因在于 目前美国疫苗接种率达49.7% 换言之就是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人 没打疫苗 这让地方官决定出招 纽约市要求9月13号以前 所有的市府员工 还有公立学校的老师都要接种疫苗 加州州长话是说得更重 说不打疫苗还啪啪噪的人 形同酒驾 现在美国洛杉矶就有酒吧 餐厅店家直接规定 要来消费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拿出接种疫苗证明 以及戴口罩 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个规定 直接被挡在门外 酒吧外头有人严格把关 有的规定甚至比照搭飞机 必须出事72小时内 因信证明 这规定不是所有消费者都买单 而在密苏里州的圣路一丝市 则是由官方直接宣布 室内空间强制戴口罩 为了确保更多人打疫苗 传出美国将跟进欧洲的脚步 推出疫苗护照 但现在全球都还在努力 和病毒搏斗 马来西亚染疫人数正式突破百万大关 越南连三天病例数增加 27号单日新增7913例 再创纪录 亚洲第三波疫情降不下来 美国又是疫情逆袭 似乎已经陷入恶性循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回来带您掌握到 是国际货币基金IMF27号 发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测今年全球经济成长 将会成长6% 和4月份的预测 是相同的一个状况 这将会是1980年以来 成长最快的一年 明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 估计是4.9% 比起4月份预测值 上调了0.5个百分点 而报告指出 由于各国的新冠疫苗 接种速度和财政政策差异 使得全球经济分化 将会更加的显著 已开发经济体 下半年经济活动恢复正常 新兴国家 还有新兴市场 还有开发中国家 仍旧面临的是确诊 以及死亡人数的攀升 IMF警告通膨的风险 可能不会是一个战时的现象 各国央行都要准备因应 而这份报告呢 并未包含了台湾 但是根据了 IMF的4月春季报告 台湾今年经济成长 预估可以达到4.7% 2022年则会是3% 镜头转到德国西部的 列佛库森化学工业园区 发生了爆炸 并且引发大火 酿成两个人死亡 超过30人受伤 园区里头有多个储存槽 遭到了火石波及 就怕有毒气体会影响 所以当地呢 已经呼吁了周围 大约16万的居民 要尽量待在家中 烟雾直窜天际 从更近的角度一看 建筑屋上头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只见消防车和直升机来回灌旧 这里是德国西部大臣列佛库森 周围上午将近十点 当地的化学园区突然发生爆炸 并且产生大火 包括拜尔和朗盛在内的化工公司 都受到波及 目前已知超过30人死伤 还有5人下落不明 消防人员花了三小时 才控制住火势 但大量化工容器 不仅造成火势延烧 还可能飘散有毒物质 在空气里 当地警方封锁周围 道路也紧急发出警告 提醒民众尽量待在家别出门 到现在人都不清楚爆炸原因 是不是还有有毒气体 都有待相关单位厘清 TVB的新闻综合不到 全球现在除了疫情还有天灾呢 美国的佛州正出现了严重的赤潮 又称为红潮 造成了大量的鱼类死亡 此外在西伯利亚的涌动土 也正在快速融化 让当地的地貌出现非常大的改变 而当地的动物也适应得非常辛苦 海面上一道白色物体 仔细看是由大大小小的鱼群组成 但都已经翻出鱼肚白 美国佛州的坦帕湾区 近期遭遇严重红潮 其中皮尼拉斯郡最为严重 当地的印度岩石海滩 白色沙滩被大量死于占据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 及大气总署资讯 红潮是一种有害藻类大量增生 产生毒素扩散在洋流 对海洋生物 鸟类和人类 都会造成伤害 当局派出新铁车 沿着绵延海滩不断来回减食 每天都有减不完的鱼狮 但问题是2018年 是坦帕湾区有纪录以来 史上红潮最严重的一年 当时从8月到11月 四个月的红潮灾害 与现在6月11号开始的红潮 才一个半月时间 酿成的海洋生物死亡数量 已经与2018年相当 气候变迁造成的灾害 正在全球上演中 大陆甘肃敦煌 25号下午这场沙尘暴 高度超过100公尺 几分钟之内吞噬整座城市 当地交通部门立刻实施管制措施 高速公路全面进空 场面相当惊险 白烟不断窜身 伴随的是可怕的森林野火 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岛 已经被烧掉了2万公顷土地 相当于2万座橄榄球场面积 至今900人被疏散 欧盟国家纷纷伸出援手 派遣多架救火专用飞机 其中包括水陆两用机 能迅速进行洒水救援 希望南加之场海岛野火 尽快控制住 暖化升温 让常年处于零下低温的西伯利亚 开始出现变化 号称全世界最冷的城市 雅库茨克 蕴含大量的涌动土 但这些天然资源 正在快速融化当中 统计俄罗斯的升温速度 是世界其他地区的2.5倍 当涌动土层融化 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碗 对大气层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地形改变也让许多当地的基础建设 被破坏 俄罗斯政府到2050年前 编列1.9兆台币预算 修补当地的基建损害 科学家正定期追踪当地的巡路路群 几乎每一只路题上 都有因为地貌改变 导致的意外擦伤 看得让人心痛 极端气候让正值冬季的南半球 由国家巴西出现极度严寒 多达80座城市达零下低温 随手将结冰的水面敲破 阳光穿透冰层 还有美丽的树叶跟花朵 但这样的天气也造成农作物的严重寒害 巴西的咖啡豆产地 作物上结了厚厚冰霜 估计这波寒害已经量成价格上升 自今年初开始 当地咖啡豆价格已经飙涨六成 估计很快就会反映在消费者身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即将在今年年底登场 五十一国气候和环境部长 本周在伦敦进行会前会 针对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度之内 达成初步共识 希望对抗气候变迁不再是空谈 因为我们的地球已经没有时间再等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东京奥运挪威男子选手 在铁人三项中摘金 不过他白色的战袍 在游泳之后透出了深色底裤 这个状况让挪威的民众真的气疯了 要求要开除服装设计师 另外呢 德国女子体操队 这次为了表达女性自主权 他们以长酷的设计 取代了以往高叉三角紧身衣 东京奥运挪威选手布鲁门菲尔特 在铁人三项摘金 为国家奥运奖牌开胡 但挪威民众看转播 却气炸了 问题就出在他所穿的白色战袍 在他游玩拥后 透出里面的深色三角裤 遭外界调侃式内裤超人 挪威人要求他的服装设计师踹共 还要求将他开除 为国争战奥运战袍设计 可是一门大学问 板届东奥 德国女子体操队 舍弃以往 总是穿高叉三角 大腿线条近线的紧身衣 改以覆盖大腿的 长裤型紧身衣登场 表达女性也有自主权 这样的诉求 转播单位也听到了 东京奥运判能树立电视转播最高品质 转播机构负责人说 不会特写身体部位 避免物化女性 因为国际赛事上 就曾有选手因为服装 蒙受不白之冤 2021欧洲锦标赛 女子沙滩手球铜牌战 挪威队拒穿赛会规定的 比基尼用裤盖短裤出赛 挨罚约台币五万元 那位体育官员对财罚表达不满 美国六十月女歌手 三届格栏美奖得主 Pink也在推特发文力挺 说这笔性别旗帜罚款 算在她头上 霸气言论或网友一致胜赞 听不见新闻 神力女超人郭信泉 漂亮夺下了奥运金牌 而且她几乎整场比赛 都是海放对手的 不管是在抓举还是停举 全部的成绩都是遥遥领先了 众家好手 而且最后她的三项成绩 包括了抓举提举 总和全部都打破了奥运纪录 完成了国际赛的金牌大满关 那我想我一定会抱哭吧 因为毕竟就是这一路走来 真的非常不容易 然后也很谢谢 这一路走来支持我 帮助我的所有人 信泉你真的太棒了 哭就哭吧 没有关系 奥运女子举重59公斤级 郭信泉表现超水准 抓举103公斤 顺利达正遥遥领先 停举133公斤 没有问题海放对手 最后高举金牌 哭成了泪人儿 郭信泉大幅领先的成绩 击败众家好手 拿下本届中华奥运第一金 也是她个人地面奥运金牌 你现在就是一个表演者 然后你必须把最好的表演 带给大家 那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对我来说 会是还不错的一个 转换的想法 把自己最后一块拼图 能够拼上 来看看郭信泉成绩有多狂 抓举第一次 100公斤 轻轻爽爽爽 第二次103公斤 裁判判定不算 第三次再举103 顺利成功 光是103这个成绩 就领先第二名 有7公斤之多 来到停举 第一举125公斤 这成绩小case啦 第二局133公斤 这重量没问题啦 来到最后一举 挑战141公斤 很可惜没有成功 但没关系 最终成绩 抓举103 停举133 总和236 风光夺精 备战 然后 有点成绩 然后在开始备战的时候 对那种 那种过程 我觉得其实 希望有机会可以 塞后可以 跟大家好好地分享 在我的盛区 社群网站上 来来来 这样介绍 让我带您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郭信纯236公斤 跟第二名的选手 217公斤 差距有19公斤 比第三名 日本选手 安藤美希子 214公斤 多了22公斤 这个差距 你说 而且郭信纯 三项成绩 全部都打破了 奥运纪录 想破纪录吗 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的 对 目前的世界纪录 都是我的嘛 所以你当然 你都会想要 追求更好的自己 耶 这个表演 对 这一次的奥运 其实已经跟 教练还有我的团队 经过了讨论之后呢 我们就是 有一个结论 就是说 在这次的比赛 我们必须先稳 后冲 郭信纯完成国际赛 大满贯 虽然没有打破 他的世界纪录 但这根本不重要 因为目前世界纪录 全部都是他自己的 你说拿金牌就算了 陈基尼海放对手 就连世界纪录 也全都包办 说一句不夸张的 举重战场 大陆有李文文 台湾有郭信纯 一点都不夸张 郭信纯也说了 会再拼 2022杭州亚运 状态好 更会拼2024 巴黎奥运 其实时间 接近亚运的时间 也其实蛮紧的 所以 亚洲运动会 应该是还是会参加的 那我觉得 在接下来的规划 是希望在明年亚运之后 然后 如果身体状况 云水的情况下 应该还是会 想再拼2024看看 苦尽甘来 走过伤痛 这面金牌 真的好感动 你我泪水 都流了下来 这份感动 战斧台湾 意气年少 超越台湾 蓝绿政治 郭信纯 你真的好棒 好样的 赞 DBA新闻 A9男一鸣 综科报导 奥运的殿堂 对某些国家的选手来说 想要参加骂 难如登天 像是常年战乱的阿富汗 今年派出了五名选手来参赛 田径国手就大叹 当地的体育资源 稀少 没有标准跑道 另外也没有特殊跑鞋可以穿 2020东京奥运 阿富汗派出五名选手 尤索菲和尼扎西 就是其中之二 25岁的尤索菲 是阿富汗国内 女子100公尺短跑记录保持人 个人最佳成绩是13秒94 其实她的主业是医护人员 副业才是运动员 上街里约奥运杀鱼而归 为了梦想再战一回 尤索菲是出生在伊朗的阿富汗难民 也是唯一一位 代表阿富汗参加两届奥运的女性运动员 她的家人在塔利班统治期间 前往伊朗落脚 在一国他乡长大的尤索菲 不得不更加打拼 至于努扎西 为了东京奥运准备了两年半 她将参加男子100公尺短跑 目标替阿富汗赢得史上第一面奥运金牌 阿富汗常年战火 内乱外患纷争不断 除了体育设施破旧 安全问题 更是运动员难以一展伸手的主因 我们在这一面奥运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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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三名阿富汗选手 将参加跆拳道游泳和射击比赛 尽管环境艰困 他们仍然坚持梦想 藉由参加奥运 争取国家能见度 在各国奥运代表团中 相对弱势的还有难民代表队 今年二度出战奥运 相较上一期的实名选手 今年增加到29人 成员来自阿富汗 伊拉克 南苏大汗 叙利亚等14个 饱受战争苦难的国家 曾经地道世界纪录的前肯亚长跑选手诺鲁普 再次担任难民队队长 难民队成员有不少人居住在卡库马难民营 由于新冠疫情 一度遭肯亚政府下令关闭 无法搜寻 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队选手寄予厚望 推出一支名为旅程的短片 片中人物看不到脸 镜头聚焦在下半身 赤裸双脚逃离战火 历经颠沛流离 最后得以穿上球鞋 接受教育 训练 逐步踏上梦想道路 他们经历过世上最黑暗的事 现在他们努力成为最优秀的运动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的奥运组委会 这次特别利用的是5G 12K 还有VR等等技术 来展示全新的运动赛事欣赏模式 现在观众真的不必再受到 电视转播单一视角的一个限制了 还能够及时得知选手 以及比赛的相关资讯 随着音乐和欢呼声 穿着特殊设计服装的舞者 尽情摆动肢体开起一场 为了东京奥运而欢歌的庆典 现在就让她听到声声 原本应该是一场炒热奥运开幕 满场观众一同舞蹈的文化活动 因为疫情只能全部搬到线上举行 為了更貼近當初的設計概念 主辦單位仿造出主場館 國立競技場的樣貌 舞者就像是真的 站在舞台上表演 超過85萬人 透過電腦手機 同步感受虛擬日式祭典的魅力 這屆東京奧運 採取閉門比賽 全世界的觀眾都只能透過電視或是網路 緊盯所有賽事 也讓這一次的比賽轉播比以往更受到關注 首次透過5G網路傳述比賽畫面 5G也成為這一次奧運的關鍵詞 以往只能遠觀不能近看的翻船比賽 利用5G傳輸透過無人機還有搭載的4K攝影機攀攝船 再把畫面結合就能在12K的超大螢幕上展現最貼近真實比賽的即時影像 VR同樣在這次比賽小兵力大功 不像以往電視轉播必須專心聽主播講述選手的背景資訊 只要有智慧眼鏡看比賽的同時還能取得更多的相關訊息 不過這些服務都有高門檻 不是人人都有12K電視或是VR裝置 但只要有一台平板就能享受不同於以往的高爾夫球賽轉播 鏡頭不只是掌握在現場導播手裡 觀眾可以同時了解即時比分還有選手資訊 還能選擇觀看特地運動員的畫面 多種融合新科技的比賽轉播創造出更有參與感的觀賽體驗 因為疫情到不了現場 反而讓更多觀眾得以透過線上平台 親身感受日本科技大國的實力 TVB新聞綜合報導